回到本期视频的话题 那是选PS5还是七八千块钱的PC呢 有很多筛选方法 其中有一个就是按用途来筛选 因为PS5它只能打游戏 能玩PS4和PS5的游戏 最近索尼出了一个新会员 那里面有400款游戏 这个是给PS5加分的 充会员400块钱可以免费玩一年 但是PC那边也可以充一个XGP 这个旗鼓相当 但是PC那边除了玩游戏 它还可以学习和创作 还能工作做设计做视频剪辑 还有看看教学片之类的 它的功能很丰富 另外如果你是学生 需要跟家里要钱 那PS5呢只能作为一个游戏的玩具 那电脑呢还可以有其他理由 如果你已经结婚 甚至有了小孩 如果你想买一个PS5 跟老婆写申请 估计很难批 但是如果你要买一个PC 说是为了工作 为了赚钱 应该还是挺好批的 我说的对吧 下面还可以根据游戏来筛选 如果你喜欢玩光环那种设计游戏 还有地平线赛车 微软的第一方那些游戏 首推XSX或者选PC 如果你喜欢马里奥 那这两个都不要选MySwitch 如果你喜欢玩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需要那种高帧率的 还有Mobile游戏 简单点就是用鼠标键盘玩的 多人联网经济游戏 那么首选PC 虽然PS5可以通过一些方式 接鼠标键盘 但是我感觉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只喜欢手游 对我上面说的那些 你都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点开这个视频呢 而且还看到这么久 有很多同学问我该买哪个平台 我的原则是根据游戏选平台 喜欢什么游戏 看看它属于哪个平台的 是不是独占 这个很重要 另外还有很多大量的第三方游戏 比如双人成型 侧客信条 极品飞车 古诗三 2077 怪物猎人 使用召唤 铁拳等等 这种游戏都属于第三方开发的游戏 这些游戏 在PS5 PS4 PC X SX 上面全都有 有一些在Switch上也有 但是Switch就不考虑在内了 它是一个劣化的版本 如果你喜欢 只喜欢这种第三方游戏 那就随便选了